來 我們先請評審來講評 洪敬堯老師請 我覺得像你這樣的高手 自然已經把我們的耳朵養得很刁 所以我覺得你的一點一滴 都會被我們聽得很仔細 都會被放大 那我覺得Jimmy這個歌本身的 他因為拍子的問題 其實他在組歌 他是被趕著唱的 因為他那個拍子就是一直行進 除非你把它練到很熟 你應該是要把它唱到內心裡面 自然的投射那種反應 那我倒覺得其實在幾句 幸福紅毯這裡 這裡有一點點可惜 感覺你要做表情 但是那個氣有稍嫌 好像不是很夠 但是因為你的經驗非常的好 所以你馬上把它蓋過來 來 整體下來我會覺得 你是會擦在可能是因為那個 氣上的運用換氣 在這首歌當中非常的重要 是 那加上一點點壓力 在今天仁豪的表現當中 其實仁豪今天選的歌 其實跟你這個歌是有的平的 當然我覺得你要唱到 讓我們心服口服 你也必須要繼續的不斷 不斷的要求自己一直往上爬 好不好 謝謝老師 第一小文老師請 老師要特別提醒你一下 有一些歌 我們會覺得說好像照拍子唱 會有點太無聊 我們就想要做一點點變換 但是有些歌比較不允許 因為有一些歌它就是一步一步的 它就是必須這樣 你一旦錯了一句 後面的氣就亂了 今天這個歌其實就有點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要在拍子上面做變化 你必須要在句子中間 中間做 但是後面兩個字一個字 你要趕快回到拍子上 你才能夠Easy的 容易的換氣唱下一句 好 這是一個關鍵點 因為你們兩位已經算是高段班 所以呢 老師要特別再叼你們 希望你們能夠再進步 仁豪也是 我覺得這樣我們的比賽才會精彩好看 才是觀眾的福氣 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薛忠銘老師請 薛忠銘 除了兩位老師給你一些建議之外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舞台上 因為你第一次坐上這個衛冕子的寶座 難免你會希望能夠有很大的表現對不對 所以你在唱歌跟表達的方式都比較是有 想要有那個力在那個地方 然後能夠有突出來的感受 但這首歌呢 其實 除了副歌第一句是用力要唱出那個情感的奔放之外 其他你要仔細看 他其他很多地方都是比較內斂的 其實他後面在講 他是收的蠻黏的 蠻有那種情感的 可是在這邊我都覺得你這個地方就稍微放得有點硬 尤其你前面第一個主軸的主歌上面 很多的尾音都上得太顆粒一點點 還有副歌 你是這樣 你是有一個先推出去的一個情緒 然後又回來 他其實是一個情緒整段都是在一塊上面的 不能夠亮斷 那個是一種你想要去激發你的那個舞台的能力 可是這個歌其實是要很感動才對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修正起來 加上你唱歌的能耐 應該會對你很大的幫助 好嗎 提供你做參考 謝謝老師 今天是承認很挑戰這個衛冥的寶座 承認好是91分 是 衛冥五個禮拜就被廖居民打下來 廖居民會不會衛冥 一週就被承認好又取代呢 不曉得 91分呢 門檻了 評審 請給分 看起來廖居民可不可以保住他的衛冥者寶座呢 難道的分數是發生90 90幾分 90 90 90 不動了 小數點繼續在跑90.8 恭喜得到90.8分 恭喜承認好 贏力哦 又把位子搶回來了 果然贏了 等一下 我們先做交接好了 來,麥克風先交出來 有沒有覺得很面熟 對 仔細的麥克風回來 我們先讓廖居民先講幾句話吧 實在是 沒有 偶爾要交換一下 是哦 對 他滿有企圖心的 好,來 你今天又把麥克風搶回來 等於五週衛冥 第六週被打下 第七週又搶回來了 來 我也 我當然不會那麼輕易地把這個麥克風 讓出去 講得有點沒有自信 沒有,這是他的風格啦 再給你機會再講一次 好,最好是讓比賽就會好看 你們兩個差不多0.2多 對 所以隨時都會交換麥克風 對,希望所有選手都有這個企圖心 節目就會好看 我們也期待下週有更好看 君敏加油了 好的 好,那君敏請回 謝謝 謝謝 恭喜承認好奪回了衛冥者寶座 請登上衛冥者寶座 恭喜承認好衛冥一關 獎金2萬元 他好辛苦 現在慢慢要爬回去了 對 可是坐到那個位置 真的太緊張了 這種比賽就好看 對不對 抗壓性要夠強 是